西红柿生吃不抗癌,吃西红柿能够抗癌,能够有效防治子宫癌,软潮癌,胰腺癌,膀胱癌,前列腺癌,但西红柿不是随便吃的,有人说,那还不简单,洗洗就生吃呗,还有人切片放白糖,再喝点啤酒,如果是这么吃的,那就错了,白吃了,不抗癌。 西红柿里面有个东西叫酸甜素,它和蛋白质结合在一块,周围有些维素包裹,很难出来,所以必须加温,加温到一定程度才出来,生吃西红柿不抗癌,请大家注意,大蒜直接吃不抗癌,大蒜是抗癌之王,大蒜怎么吃,有人说,加温吃,告诉大家,大蒜加温等于零,现在世界上都知道怎么吃大蒜。 只有我们不知道,必须先把大蒜切成片或者捣碎,放在空气历时五分钟,让它跟氧气结合以后产生大蒜素,大蒜本身不抗癌,大蒜素才抗癌,而且是抗癌之王,很多人吃大蒜都是一半一半的吃,还不到五秒钟就吃进去了,连五秒钟都没有。 这大蒜有什么用呀,一点也没用,吃了大蒜以后嘴巴里有味不用怕,吃点山楂,嚼点花生米,或者吃个苹果,嚼嚼茶也就没味了,国外每礼拜都吃的,我们为什么不吃呀? 这些菜不要随便吃,鸡菜,空心菜,黄花菜只有纸鞋的作用,有血酸的人不宜吃,线菜,准心菜只有补鞋的作用,血液粘稠的人不宜吃。 芹菜,白菜,小白菜,油菜,生菜,焦白,菜笋,冬瓜,葫芦瓜具有利尿的作用,糖尿病,高血压,口感舌燥的人甚吃。 香菜具有发汗的作用,汗多的人不宜吃,灵芝,冬笋,紫菜具有化痰的作用,癌症病人不宜吃,蘑菇,黑末,白末,石耳,的耳具有细下的作用,腹泻的人不能吃。 丝瓜,冬菜,乳会具有火切的作用,癌症病人不能吃,然而许多人乱吃,因此吃出病来,而有病之后还乱吃,因此不能痊愈。 核桃是壮阳的,但是癌病人不宜吃,否则肿快就会长大。 癌症病人不宜吃,但是癌病人不宜吃,但是癌病人不宜吃,否则肿快就会长大。 大嫂是不宜吃,但是不疲乏不要吃,否则就会失眠。 龙眼是安神的,但是疲乏的人不要吃,否则就会失睡。 冥芒是滋印的,但是癌病人不要吃,否则肿快就会水肿。 芭蕉,橘子,橙子,樱桃,柿子,石榴,羊米油,羊桃,木瓜,莲子,山竹果是止血的,但是贬密的人不要吃,否则就会更加便秘。 芒果是止血的,但是来月经的人不宜吃,否则就会产生自宫肌瘤,西瓜,甜瓜,葡萄,甘子,蜜猴桃,菠萝,菠萝,菱萝,草莓,草莓是利尿的,但是高血压, 糖尿病人不要吃,否则就会增加血黏度。 金菊,柚子,菱萝,花生是化痰的,但是癌病人不要吃,否则就会造成肿快破坏。 梨子,香蕉,乌花果,桑顺子,松子,钻脚是卸下的,但是慢性结肠炎的人不要吃,否则就会动气不止。 桃子,栗子,并利果是活血的,但是癌病人不要吃,否则就会造成肿快转移。 香肥子,针子,冰狼是杀虫的,但是甘言病人不要吃。 生理润肺化痰好,苹果止血营养高,黄瓜减肥有成效,抑制癌症猴桃。 白血补血猪肉年,莲王厨法解酒尿,橘子里气好花坛,韭菜补肾暖西药,萝卜消失除胀气,芹菜蒙进血压高,白菜利尿排毒素,菜花肠痴癌症哨。 冬瓜肖中有利尿,绿豆解毒疗较高,木耳更爱散血育,山耳以身浮重肖,海带寒点散欲结,蘑菇,抑制癌细胞,胡椒痴含尖出湿,葱辣酱糖质感冒,鱼虾猪蹄哺乳汁,猪肝羊肝明目好,益顺腔要吃核桃,健身补皮吃红枣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